很快 幾點觀察 第一 環球時報那篇文章 其實反映出了中共的認知 而中共對很多問題出現重大誤判 這是我們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觀察 環球時報 這本東西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材 有機會 有興趣 大家可以看一下 第三 因為中共誤判美國 誤判國際形勢 美國擔心 所以美國加強訊號 所以美國對台灣這地方會加碼 這第三個部分 第四點觀察 就是中共二十大即將要開始要上演 所以我們會看到三個方向 第一方向就是內鬥會開始 我們看到克同剛的故事 第二 這個過程當中 就這一年當中 在未來一年當中 我們不排除中共政局 會出現重大意外 是什麼我們現在不知道 但意外恐怕難免 第三 因為要鞏固內外 所以它對外的戰狼外交姿態 不會放鬆 若一旦放鬆黨內攻擊的話 它可能承受不住 所以這是以上四點觀察 第五點就是 看明白這形勢之後 中共對台灣的統戰會加強 統戰方向就我剛講的那幾個方向 台灣的朋友們要想清楚 不要去呼應 因為不要上當 不要選錯邊 最後一點就是大家要看清楚 反共是一個時代潮流 也是一個時代的主軸 大家要看明白 這真的是價值觀之爭 絕對不是什麼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是中共拿來騙我們用的 真正推翻中共 才有真正的中華民族主義的展現 是 吳老師 我們現在不要去問 美國到底會不會來救台灣 不管美國要不要出兵 在台海地區 台灣都必須追求強大的國防 美國要來也好 不來也好 台灣要依靠的是自己的武力 自己的國防 自己的防衛意志 然後再來 我們兩岸關係 不管是和平還是敵對 台灣都要維持強大的國防 不管你中共是對台灣友善 還是要對台灣動出 不管你要怎麼做 台灣自己都要掌握自己的 防衛的力量跟防衛的意志 所以 就是說並不是我們自己的利益跟安全 並不是看別人臉色 而是我們自己要有足夠的累積 足夠的建術 我們自己能夠站得穩 所以台灣要加強海軍空軍 這些強大國防的力量 然後再來 因為美國跟中共的關係 短期間不會結束 這個對抗會持續一陣子 所以政治上的圍堵 經濟上的封鎖禁運 會看到的是紅色供應鏈的沒落 而台灣過去20年 經濟上被 就是經濟上吃虧 所以是因為紅色供應鏈的崛起 擠壓到台灣 那只要美中對抗的情況下的話 那麼紅色供應鏈的沒落是肯定的 那台灣迎來的經濟再起的機會 是很龐大的 所以在這個背景之下 大家要一面發展經濟 一面增強國防 然後同時對外面來展現台灣的影響力 這才是台灣應該走的道路